好的 下一名武将 张飞 飞格 咆哮这个技能你可以理解为 张飞装备了一张不可拆叫做诸葛莲奴 因为这菜刀将都通病了 摸摸到杀 导致张飞很多时候回合内 仅仅只能打出一张杀 很多时候就是第一轮上来 我多出了几张杀 然后后面就尾了 全程熄火 那就是撕血白半 这里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张飞一旦有包养 那不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吗 话不能这么讲 我们分析一个武将的强入 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去出发的 如果每一局都有刘备这样的队友 那的确很强 毕竟刘备带狗嘛 还有人会说张飞的咆哮很强 错了 要加一个前提 装备了武器的咆哮 那才够看 为什么呢 假设我选了个四血白板 我装备了诸葛莲奴 那我就是人肉张飞啊 张飞强就强在你装备了 雌雄双武剑和张八舌毛时 你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咆哮 这就意味着你装备了两个武器 尤其是张飞装备四胸双武剑 打嫂子的时候 啊不 打女性武将的时候 别提了 要多少有多少 装备了张八舌毛 自己的本命武器时 只要排够 张飞还是有一定发挥的 我想评分身份式上主攻 虽然无血 但是没有用牌能力 还不如他二哥关羽呢 关羽起码会合牌 还有一点防御 除非你上了就把一个反贼给打死 但是很难 张飞主攻五分满分 我会给他打一分 忠诚 张飞当中唯一的优势就是 可以爆发一波 张飞整局基本就是个白板 忠诚 我会给他打两分 反贼 张飞反 最好是二号位 如果主攻没起防御的话 上来替我打一波 你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我的任务 完成了 反贼 我会给他打1.5分 张飞当内 细胞写来比一般的武将要简单一些 正常的内奸手里会藏AOE啊 决斗这样的牌 张飞手里屯杀就够了 关键时刻打一波 四血的身板 可以提供一个不错的细胞空间 内奸 我会给他打两分 细胞下来张飞就两分